新娘 今天小豆豆伤心极了 小豆豆现在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了 他很喜欢同伴的阿泰 阿泰非常聪明 物理学得特别好 而且阿泰还会英语 小豆豆第一次知道狐狸的英语是什么 就是阿泰教的 小豆豆 狐狸用英语说是Fox Fox 那天小豆豆的耳边一整天都响着Fox的声音 所以每天早晨 小豆豆来到电车教室后 第一件事就是把阿泰文具盒里的铅笔 全部用铅笔刀削得漂漂亮亮的 而小豆豆自己的铅笔 却是用牙咬一咬 就凑合着用了 但是今天阿泰却叫住了小豆豆 那是午休的时候 小豆豆仍然像平时一样 在礼堂后面 也就是厕所掏口附近散步 这时听到阿泰叫他 小豆豆 阿泰的声音好像带着怒气 小豆豆吃了一惊 赶紧站住 阿泰叹了一口气 说 长大以后 不管你怎么求我 我都不会娶你做新娘 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阿泰就低着头走开了 小豆豆呆呆地看着阿泰的脑袋 那是充满了智慧的脑袋 是自己尊敬的脑袋 是被戏称为大头的脑袋 直到阿泰完全从视线中消失 小豆豆把手插在衣兜里 默默地想着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哪里得罪了阿泰 没有办法 小豆豆只好去和同班的美代商量 美代听小豆豆说完 用大人士的口吻说 那就是了 今天练习相扑的时候 小豆豆不是把阿泰摔出去了吗 阿泰的脑袋太重了 一下子就重重地跌到摔跤场外面去了 他当然会生气了 小豆豆从心里觉得后悔 是啊 自己这么喜欢的人 愿意每天为他削铅笔的人 为什么练习相扑的时候 就完全忘记了呢 竟然还把他摔了出去 可是后悔已经晚了 小豆豆注定做不成阿泰的新娘了 不过 明天还是要为阿泰去铅笔 因为实在是喜欢人家吗 我发生的眼前 我发现 一けど 头子